大家好,我是烟草间消香小七 吸烟有害健康,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戒烟谈何容易 特别是对于经常需要熬夜或应酬的人来说 可以说香烟不离生 每个人都知道吸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例 但是具体会造成什么危害呢 1.对心脑血管的影响 吸烟是高血压、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 统计资料表明 冠心病和高血压患者中75%有吸烟史 烟物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是公认的有害物 吸烟会对血管内皮细胞造成损伤 引起胆固醇升高 从而导致周围血管及冠状动脉收缩造成心肌缺氧 所以有心血管疾病的吸烟者 更容易引发心理不齐 发生猝死的危险性增高 2.对呼吸道的影响 吸烟是慢性滋气管炎、肺气肿 和慢性气道主射的主要用因之一 吸烟者患慢性气管炎较不吸烟者高2-4倍 患者往往有慢性咳嗽、咳痰和活动时呼吸困难 即使年轻的无症状的吸烟者也会出现轻度的肺功能减退 3.自癌作用 与吸烟具有最直接关系的癌症非肺癌莫属了 如果每日吸烟35子以上 折换肺癌的概率要比不吸烟则高45倍 吸烟可降低自然撒伤细胞的活性 从而削弱机体对肿瘤细胞生长的监视 撒伤和清除功能 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吸烟是多种癌症发生高危的因素 烟草烟物中含有数百种有害物质 其中已知的69种致癌物可以直接导致口腔和咽部、恶性肿瘤、喉癌、食管癌、胃癌、肝癌、胃癌、肝癌、膀胱癌等很多癌症的发生 此外吸烟可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是冠心病、脑株中、主动脉瘤和外周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二手烟暴露同样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呼吸肺癌、呼吸系统疾病、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孕妇暴露与二手烟可以导致婴儿出生体重降低、早产以及婴儿初死综合症 儿童暴露与二手烟而造成的伤害也是不可小觑的